我叫板娘小微 一名吸引村者 夏尔镇大家都知道 是个是非之地啊 这不 营地的小伙伴跟别人起了摩擦 正商量着怎么单挑来解决问题呢 我是闲着没事就过来围观了一下 对方呢 是个战斗50 制作50的科尔金大佬 而且也是当着我们的面 把比利王打死送回家了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呗 可这妹子啊 得理不饶人 嚣张的不行 非要再找我们营地的人出来跟他单挑 你说气不气 What 话说我们营地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都是些不客气的粉丝在里面 这不明显的难为人吗 还好有个战斗刚到50的小伙伴在啊 接下了这份挑战术 然后我们就亲眼目睹了一波神仙打架呀 太吓人了 最终呢 我们营地的小伙伴思雪艰难胜出长脸啊 既然是生死局 本以为这样也就结束了 可这妹子输不起啊 活了之后直接端起AK就吐吐开了 你敢信 话说这也太过分了吧 营地的小伙伴们也不甘示弱 直接榴弹炮将人轰倒在地 就连前来围观的其他营地的人也未能幸免啊 不过人家倒没计较什么 还跟我们成了好朋友 你敢信 后来呢 就由个人恩怨 演变成了营地纷争 他们去召集人手 我们也是回营地赶紧准备啊 话说我是同一回经历这样的事情啊 紧张的不行不行的 虽说我是一个和平爱好者 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粉丝 受欺负 你说对吧 这时候根本就不能说 那就打呗 召集完人手 确认了敌人没堵我们游艇之后 大队人马便浩浩荡荡地就直奔 敌方游艇而去了 可赶到他们游艇那里的时候呢 发现也没有人在啊 在经过几番打探之后 终于确认了他们的位置 原来全部都归缩在了中展战里面 你敢信 这时候营地的小伙伴跟疯了一样 对着中展战 就是一顿狂轰乱炸 但打了半天 发现敌人在高处 我们在下面 很难打上去 因为有榴弹炮 守在上面确实不好攻 哎 没办法 我们又全都撤了出来 准备守在游艇的外面 等他们出来再打 结果呢 这一等就是大半天啊 看看看看 竟然都等得无聊到这种程度了 和前来围观的其他营地的小伙伴 跳起了舞 你敢信 可正当大家嗨得其境的时候 敌人突然发起了反击 漫天的炮弹 直接把我们团灭了一波 你说气不气 嘚瑟吧 知道什么叫乐极胜碑了吧 不过幸好还有一批 之前进不来的小伙伴在啊 瞬间又把对方给打了一波团灭 然后敌人又跪缩了回去 就这么一直僵持着 直到世界上其他营地的小伙伴 刷喇叭 也开始喷对方 敌人才算是认怂了 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了 哎 话说这渊源相报何时了啊 对吧 游戏嘛 玩得开心就好了 何必打动肝火呢 不过想想刚才的战斗 还是挺刺激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